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这个助念团的理论是,王者的体温要完全低于某种程度,他才算真的离开。如果平时念佛有功夫,或者是大家助念得很好,王者的神识是不是应该马上就离开?还是一定要等到体温低到某种程度,才会离开?如果这样,那么岂不是每个人都要助念很久很久? 法师回答,现代助念团也很乱,尤其是大陆,那是五花八门的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,你觉得古德比较聪明,还是现代人比较聪明? 对的,古德是比较聪明的。那么,你觉得阴光大师比较聪明,还是我们比较聪明? 对,对,是阴光大师。所以,以往阴光大师没有做的,而我们现在会做。如果说你成功了,那你应该得佛教界的诺贝尔奖了,是吧? 就是说,祖师没有做的,结果你做了,祖师没想到,而你却想到了。你觉得呢? 我个人是觉得这样的,古人没有比我们傻。古德讲,临终断气后开始八个小时。这是阴光大师讲的吗? 现在的有些人,就一弄弄了二十一天,往生的人没有念好,但是这个现场助念的人可能念到倒下去了。 所以,我的想法是,祖师怎么做,你就照着做,就好了,因为你没有比祖师聪明。 这样懂吗?我什么都没有讲哦。要怎么做,你们看着办。 现在佛教确实很乱了,这我也知道。现在净土宗每一个人都想要干祖师了,简单讲,就是这样。 他会想出一套方法出来,但是你从祖师大德的教法来看,这个方法是很奇怪的,很奇怪的。 都是在事项上的分别,他不重视心地的开导。只能这样讲,但这个方法谁创出来,也没有人知道。 我在想,净土宗也不是传一代两代的,从唐朝算来传了两千年了,传了十三代祖师。 有这么长的传承,这个法已经很成熟了,有需要开创创新吗? 你觉得有需要创新吗?对不对? 所以,应该怎么做,你们应该知道了。 好,这个问题就这样过去了。 反正,我不管你用什么方便,方便有多门。 关键是,你要让他提起正念。 那你就看,他今天这个过程,对他提起正念,有没有真正的帮助。 我不相信你不开导他,你整天这样念,他会提起正念,我不相信。 他提起了正念,然后再带动佛号,这个佛号才有义忧,这个佛号才有往生的力量。 如果他起了颠倒,你念一百句佛号,这个佛号对他来说,没有往生的力量。 我还是那句话,因为心力不可思议,所以佛力不可思议。 这句话你们有听懂吗? 如果说这个人,是因为佛力不可思议,而心力不可思议,这是外道。 你可以跟他讲,外道。 你觉得,佛陀能够进入到你内心的颠倒世界,把你颠倒的心,把它换成正念的心,是吗? 如果佛陀要这样做的话,你就连念佛都不需要念,佛陀干脆直接把你带到极乐世界就得了。 是吧?干嘛要多此一举呢?因为佛陀做不到,佛陀能够做到的,已经到了极限了。 就是说感应道交,是双方面的准备。 只要把因缘道理弄清楚,你看那些很奇怪的注念方法,就知道这个人问题错在哪里。 若是你道理不懂,你就会被他五花八门的操作所迷惑。 其实你明眼人一看,就知道这个人是在干什么。 有点 ком吗? 其实你 subjects有点在那里